今年42歲的盧建強 Ken Lu在美國出生 之前在舊金山居住 3年前在Belmont買了房子 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前 才終於搬進新居 盧建強也是小商業主 他說如果自己當選市議員 他會推動和改善市府各項申請程序 並縮短審批時間 由於他也是一名消防大隊長 又在灣區一間警察機構的 民事監督委員會服務 因此他的另一項工作重點 就是重視公共安全 關注警方工作的透明度 此外他也希望改善交通和行人安全 在對抗疫情方面 盧建強支持安全的逐步重啟經濟和學校 他認為Belmont應該根據自己城市的商業特點 按照衛生指引自行決定重開政策 例如能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 像美髮店這類室內的服務就可以重開 學校也是如此 他有兩個在私校念書的小孩 現在都已恢復返校上課 在城市住房發展方面 他希望不要在獨立房屋的社區增建高密度房屋 但是在公共交通樞紐 例如Couchin車站附近 則可以有限度地興建密度較高的住宅公寓 此次選舉Belmont市議會將有兩個職位的空缺 目前共有四位候選人 盧建強是其中唯一的華裔 如果他當選 也將是Belmont市首位亞裔市議員 另外三位候選人 分別是兩位現任市議員 Tom McKeown和Devina Hurt 還有一位是退休人士 Pat Cubiello 26台記者梁秋玉在Belmont的採訪報導